刘雨的十二 作詞・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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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相濫情 眼霜 乍以为当归入药堂 相思泪须的心头伤 年儿了说无在枕上 摇雲时 荒凉 伴下星月角千里过 欲君已变量 苍茫 变量此举 不归期 情的来生再续 争取万无流星 等星燃尽 不过亭 一万未相度 或唤星唐晴君已变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今夕何夕 雅首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儿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远 生命远叹醒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儿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远叹醒 心灵细历历 暂时回忆 有情儿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今宗宣室 如果你尽贝井 祝贝井 我尽贝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参见陛下 参见清妃娘娘 艾妃的舞技真的是很迷人 让朕大开眼界 谢陛下 只是艾妃怎么会想起来在御花园跳舞 那是因为我们西秋 向来都有跳舞祈福的传统 陛下您大病初孕 臣妾也想尽一点心意 所以就在这御花园跳舞祈福 陛下能够长寿安康 好 只是现在朕正午缠身 晚上在宫里 艾妃再挑一次给朕看好不好 是 秦王殿下 王妃娘娘 太和医馆的李大夫勿将毒药 魁梗 写入风寒药房之中 致使这个患者身亡 虽是失误 但也是杀人 现在这人证物证俱全 这案子 北宫大人 敢问这证据何在啊 证据 证据 秦王殿下 王妃娘娘 这太和医馆如果喊冤 这也得拿出喊冤的证据来啊 证据 我看你这三样东西 就是证据 王妃娘娘 这 这三样东西 分明是李大夫勿害人命的证据啊 怎么变成了诬陷的证据了 王妃娘娘 这 这宫堂之上 话也不能乱说呀 北宫大人 劳烦请艳师的武座 和林太医前来 我有话要问 这 好 下官照办 传 下武座和林太医到庭 草面 下官参见秦王殿下 王妃娘娘 免礼 谢秦王殿下 王妃娘娘 下武座 在 你确定陈氏婆婆死于魁梗之毒 确定 死亡时间呢 前日晚上虚实 服完药之后 立刻就中毒死亡了 林太医 这陈氏给你的三包药材 你都有仔细检查 都检查了 一共十一味药 和李大夫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 包括奎稿 林太医 这李大夫的药方里分量都写着呢 为何你的没有 你都医医撑过了 王妃娘娘 这奎梗虽说是毒也是药 但是放在李大夫这张药方中 就必定是毒 而且是急性毒药 这和分量没有任何关系 奎梗虽然是急性毒药 但她的用量 也决定了她的毒发时间 刚刚下武座说 陈氏婆婆是用完药 直接毙命的 可是用完这里所有的药 也得三天之后才会死亡 那么陈氏婆婆 为什么当场就死亡了 这可就得问问陈氏了吧 北宫大人 北宫大人 下官在 现在可以提请陈氏了吧 代陈氏 代陈氏 别高兴得太早 什么意思啊 村子 兔氏 走 走 走 第一 走 走 没事 放心吧 启禀秦王殿下 王妃 小的前往陈家提审陈氏 只是陈家早已人去了宫 那现场可有打斗痕迹 会 王妃 没有 殿下 这陈氏不在 无法对质 依下官看 这案子只能押后 等找到了陈氏 我们再重新审理此案 不急 来 陈氏 殿下 陈氏带到 可以继续审案了 大胆陈氏 你竟敢诬陷太和医馆 你可知罪 草民愿望 草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要是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要你性命 现在可没有人要保你的命 我劝你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王妃 我劝赵 我请求王妃饶命啊 前天的时候 有人给了我五百两银子 让我带着婆婆去 她和医馆找李大夫看病 并让当天晚上婆婆喝完药后 才熬一天她带来的药 为我婆婆说是药到病除 可是后来 后来我婆婆喝完药之后 我吓坏了 所以我才会跑到顺天府去购壮 王妃 草民说的战斗是实话 能用半句虚言 你害死了李大夫 你谋惨害命 王妃饶命啊 王妃饶命啊 陈氏 你可知道 给你银两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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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臣事 你害死自家婆婆 为了逃脱罪责 诬陷太和医馆 以罪开万死 太和医馆 纯粹遭人诬陷 现改判 太和医馆 在此案之中 没有任何罪责 北宫大人 王妃 殿下 此案疑点重重 不能就这么算了 跟我回府 多谢殿下 三娘 没事了 你要不就先回去吧 不过 这事早晚会传到我爹耳朵里 你提前跟他说一下 也不至于他会生气 那我们先回去了 那我们先回去了 大人 我们该如何向太后交代啊 这秦王在此 如果断得不合他意 我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对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韩府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你为何这么问啊 这次太和医馆的案子 本来交给顺天府 受理变革 却偏偏移交到大理寺 以三姨娘的性格 不可能得罪什么权贵 大理寺 却着急要草草结案 而且身后这个人 肯定不简单 第一 这个人 能够掌控大理寺 第二 也不怕得罪我齐王府 殿下 有可能是多想啊 不会是太后吧 怎么可能 太后昨天还选我进宫说话呢 她要是想整治我 怎么可能把我 止昏给殿下呢 王爷 王妃 坐稳了 好痛 伤还没好 就往往实实的 这个给你 是 白玉膏 千金难求啊 殿下你从哪儿得到的 王妃娘娘 这可是我们家殿下 去宫里和陛下讨的 多嘴 笑什么 你对我真好 你对我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北宫大人 你可真是愧对 你头上的这顶乌纱帽 回禀太后 实在是秦王妃仗势欺人 要不是下官 趁其将罪名 安在了臣氏头上 那个秦王妃 恐怕不会对这件事情 善罢甘休啊 看来 哀家还真是小看了 那个寒家丫头 娘娘 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寻办法 来给那个丫头一个教训 不必了 哀家的警告 她收到了就好 哀家就是想紧紧她的嫌 免得 她以为投靠了秦王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怎么办呢 太后逼得越来越近 可殿下对我越来越好 娘 你能告诉汐儿 我该怎么办吗 睡着了 睡着了 子轻 上次你跟宁静给我下毒的仇 还没报呢 此事不报 更待何时 Muhammad 谁啊 滚啊滚啊 有鬼 你堂堂王妃 成何地统 给我下来 不行 后面有水鬼 瞅得吓人 你说谁瞅呢 怎么是你啊 你大半夜搞成这个样子 吓唬谁呢 好你个蛇仙女 我还没怪你给我下毒呢 你反了先咬我一口 你 你没礼貌 堂堂堂能公子 李怡萱哪儿去了 我可是你哥 秦王殿下 秦王妃 你的长嫂 叫什么什么 蛇仙女啊 你 唐离 你先回去把衣服还了 哥 你竟然护着她 我相公当然护着我喽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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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跟上 是 来 总能吹散千香 这可不是繁华痴的时候 得办正经事 这一次一定要看到 看什么 是不是想下来一起泡 不用 不用了 韩芸汐 希望你不要背叛我 张嬷嬷 我刚才伺候殿下沐浴更衣 她身上的伤疤虽然多 可是有一处的伤伤最为严重 她的伤是怎么来的 殿下的伤疤呀 说起来话长 陛下 微臣已经算出 小殿下命中代煞 会冲撞国运哪 放肆 陛下心怒 自非夜出生之日 南方六郡皆遭大汗 实乃不祥之兆啊 还望陛下旨 送非夜出国 可他 毕竟是朕的皇子 毕竟是朕的皇子 臣妾知道 陛下爱此心切 但侵天间 断不敢拿国运来开玩笑 还望陛下 能够慎重考虑 陛下爱此心 传阵之意 传阵之意 将叶尔送到焦王 到外行宫 只是徒三百发一律 多想你 多年过去 还能够 将过去都记起 叶儿 多怪母妃没有 竟然把旱灾的原因 归结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身上 无知可笑 生在皇家总有诸多无奈 只可怜太妃和殿下 从此母子二人生生分离了十多年 直到先帝临终时 太妃才讨得圣旨 允许殿下回宫 可偏较当日行宫发起大火 又正知天干物躁之时 那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殿下捡回了一条命 其他人都受死了 太后的圣旨一到 别人就起了火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十分蹊跷吗 有没有可能 是太后放的火 找不到证据 空口无凭呢 当年那场大火 很有可能是太后指使的 如此说来 她要我探查殿下身上 有没有丰族的印记 这就说得通了 她定是要在殿下的身份上 做一些文章 不行 太后可能已经怀疑殿下 没了丰族印记 想利用我找到确凿的证据 然后污蔑殿下 不是皇室血脉 这个老妖妇也太狠心了吧 自己儿子都已经当了皇帝了 还想着污蔑殿下 可我这一味地回避她 不应她的旨意进宫 说不定 她会想更狠地招来 对付我的家人 还有秦王 你别睡了 芸汐 你别睡了 芸汐 芸汐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太可怕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芸汐你别睡了 你别睡了 你这样敢想师兄是没用的 你得赶紧行动起来呀 你起来 我要是你 我就要赶紧行动起来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但凡师兄会出现的地方 你都得闪亮出场 你得让师兄眼里心里 全部都是你 我好困啊 你先玩会吧 芸汐 宁静 殿下呢 跟唐力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每天到殿下的面前 是是是是是 一直出现 她会烦死的 你说这些男人 他们怎么就不能 对我们好点呢 多喜欢我们一点 会死吗 可能真的会死吧 芸汐 你放心 如果师兄把你撵出府的话 你就跟我回云空学院去 我告诉你啊 你这么聪明伶俐漂亮的 我那些师兄师弟 肯定特别喜欢你 你放心 道实话 我那些师兄弟 高的爱的 胖的瘦的 随你跳 得了得了 你以为是菜市场 挑大白菜呢 宁静 我想问你个问题 如果 你有喜欢的人了 但是呢 你又有一些 不得已的原因 一定要欺骗他 但是你是真的不愿意去欺骗他的 应该怎么办 等一下 我想想 我特别喜欢的人 那就是唐离啊 我特别喜欢他 但是 又不得不欺骗他 芸汐 你怎么可以这么善良 我知道 你只是想变着法地开导我 告诉我 唐离逃婚呢 他可能是有苦衷的 对吧 但是呢 唐离他逃婚在先 他欺骗我感情就是他不对 不管他有什么苦衷 我都不能原谅他 他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 难道 是得了什么绝症 不得了 年轻 对不起 我时日不多了 我不能耽误了你 但是你要记住 我爱你 来世 我们再撑起 不可能 他身体那么好 还跑那么快 难道 是得罪了很厉害的仇家 甲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能照顾你了 从此以后 我就要独自亡命天涯了 但是你要记住 我爱你 来时 我们才成绩 不可能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爹一定会告诉我的 算了算了 不管了 走 唐离 怎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一言难尽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那是当然 不然为什么不好好在家待着 跑这儿呢 你要是有什么苦衷的话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只要是你的事 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 什么都可以 我们也算是夫妻了 那就应该换单雨供啊 这这这 我们还不算夫妻的 你 这个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到底有什么事啊 你快点说啊 那个 你能 就这么放着我不管吗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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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了不说了 我尊重你的决定 我也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决定 我决定了 我要一直陪在你身边 别别别别别 那我还是直说了吧 那你说啊 你 你 娘娘 我和你的婚约 那都是长辈们的意思 我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不好吗 说实话 我一看到你 就害怕 你看 我这手抖的 你就真的 这么讨厌我吗 不是讨厌 是害怕 不可能 你一定有难言之隐 不然 你一定不会流眼泪 我刚才那个眼睛戒沙子了 能不流泪吗 唐离 你滚蛋 你 你欺负我 你 你站住 你走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谢谢您了大小姐 唐离 参见太后 终于肯来见哀家了 回太后 芸汐前些日子受伤严重 又偶感风寒 虽然耽误了些时日 但是取得了秦王的信任 查探到了太后想要的结果 说说看 我确实看到了秦王的丰足印记 印记在何处 后腰左侧 印记又是何种娘 壮死鹰翼 展车翱翔雨天 很好 幸好我皆知早有准备 好 芸汐啊 这件事情 你办得让哀家甚是满意 过来吧 坐着回话 多谢太后夸奖 只是 不知臣妾的娘亲 天心夫人现在何处 臣妾可否见一见她 哀家只听你一面之词 如何判定你说的是真是假呢 太后 这与我们当初说的可不一致啊 放肆 就凭你 一个小小的秦王妃 竟敢跟哀家叫板 你有资格跟哀家谈条件吗 就凭着你刺探秦王 为哀家所用 秦王若是知道了 你觉得你还能在秦王府里待多久 好 你那婆婆 哀家惯是知道 眼珠子里容不下姨丽莎 她若知道她的宝贝儿子 被别人这样算计 你小命都难留 是臣妾心急了 还望太后原谅 放心 待哀家查明你所说无误 自会给你天心夫人的讯息 但想来 你一时半刻 也不会离开秦王府了 日后你就好好待在秦王府 向哀家 实时汇报秦王举动便可 遵命 你要记得 你娘的姓名 就卧在哀家手里 哀家要你们死 你们便得死 哀家要你们活 你们才有资格活下去 知道吗 是 是 龙非夜 吟时起床 卯时练武 早饭后出门上朝 四时中饭 须时睡觉 无异常 龙非夜早朝后去了福寿楼喝茶 四时回府 带回糕点一盒 送给姨太妃五块 送给我两块 我想龙非夜了 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 管他呢 随便编一点时间就好了 殿下 他们的王妃啊 还真挺会编故事的 不过她可不是一个成功的西座 送出去吧 是 我去送信 这是秦王府今天传来的消息 通知韩芸汐 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不必往宫中传消息了 是 不必往宫中传消息了 臣妾参见太后 平身吧 谢太后 清妃啊 你在看什么呢 这是臣妾 在服侍陛下之余 抄送的祈福经 臣妾祈求太后 能够长寿安康 这也是西丘女子 出嫁的风俗 虽然臣妾 已经远嫁天宁 但是这规矩 还是要守的 臣妾已经诵经十余日 打算诵经一年 为太后祈福 你真有心 这清辉宫 住得还习惯吗 脱太后的福 臣妾在这里一切都好 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 就和哀家讲 你既已嫁入天宁 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了 不必过于拘谨 天宁不必西丘 夜晚寒凉 要注意身体 哀家回头 让他们送一些衣物 臣妾多谢太后 哀家只是顺道路经此地 没什么事 你忙你的 臣妾恭送太后 娘娘 太后突然到来 会不会是想要刺探我们 只有得到太后的信任 才能在这后宫中立足 看来 工作表面功夫 还是万万不够的 这个情妃很是乖巧 相比是真心实意来和亲的 希望如此吧 如果有一心 还能有如此的表现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舅舅 舅舅 紧急召唤我来有何事 舅舅 难道秦皇叔已经找到 我们与官员往来的证据了 他还没找到证据 这只是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 天末 我最近要与各方周旋账簿之事 找你来 是要告诉你 秦王几世 现在已经暗地里盯紧我们了 你万不可 有任何大的动作 让他疑心 那两个大臣的命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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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好意思 詞曲 李宗盛 倘若這世間一切都在無情的崩裂 我會有手中的纖維 別動 龍飛夜子時入睡 明日銀時又要早朝 你憑什麼偷還我東西啊 還給我 憑什麼 整個王府都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你還問我憑什麼 皇后 還給我 你還給我 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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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 是我的心头线 这是啊 你是命中最美的 相见 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若这个世界凋谢我会守在你身边 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 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变 我会有手中的写回你奉原 陪你看深月间 陪你看沧海变迁 陪你一次又一眼 不下回忆的誓言 陪你将情节改写 陪你将八荒走遍 只因你独得懂我 而你注定 是我的心头线 这誓言 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 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在一遍 记起从前的一听一探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若故事成言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换明天 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勇士不变 这誓言 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 别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再一遍 记起从前的一听一探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都陪在你心前 做你心头线 不愿不愿只恒 我只能闭着你 我只能闭着你 谁的爱情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